美国人 美国人连阿富汗都打不赢 半夜逃走 怎么可能打得赢解放军嘛 大陆的整个军事发展的现代化 如果美国人还看不清楚 那是美国人装傻 或是美国人真笨 大陆的军事的发展 是要超越美国 而不是只是用来对付台湾 因为大陆的 目前的工业的生产制造能力 其实远远的碾压 这位亲共分子是谁 为什么感觉好像是一个天生的智骨头 难道是中共幻阳的大外宣 第五装队 谁打不赢 今天袁先生就来说一个 全清共军近万人 从而保卫台湾75年和平的 关键战役古龄头大战 又是金门大战 以及战役背后的一个 日本人的关键性作用的全奇故事 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的金门战役 国军和登岛共军激战三昼夜 全线登岛之地近万人 可以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金门战役是共军战史上最惨痛的一业 是共军心头永远都没不去的伤痛 金门战役后紧接着航战爆发 美国第七艦队巡防台湾海峡 东亚军事架局发生重大逆转 可以说金门扮演一个小兵立大功的角色 金门战役亦奠定了国民党经营台湾的心理基础 1949年 国民党本已是士气土品 精神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 金门战役好像制强心震 注入国民党频室的机体 现在将金门战役比作中国历史上的石壁之战 并不夸张 金门虽然是一个距离大陆只有2310米的小岛 但金门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 金门就是台湾的桥头堡 蒋介石曾经说过 没有金门就没有台盘 有台湾便有大陆 历史上郑食公、斯洛攻取台湾 都是以金门、哈梦为桥头堡和出法地 共军将领刘亚洲 在他的金门战役检讨一文章总结中 从本质上来说 金门之战是一次两栖登陆和反登陆作战 与他们将来解放台湾的战争目色是一样的 台湾是放大的金门 28军是缩小的俄军 金门战役中报导出来的很多问题 今日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同样的道理 面对两岸的紧张局势 今日讲金门战役 对随时防昏对我来袭的台湾中华民国来说 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先来看双方指揮官和军力的对比 国军这一边 最高指揮官是福建省主席汤恩伯 但一线作战的是 首位金门的22兵团李荣良和 讲来增援的12兵团狐连 22兵团和12兵团各有两万多日 总兵力四万多日 尤其是这个狐连 乃国军中一员有勇有谋的猛进 揮下十八军 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中的老牌劲女 央视播剧电视剧《亮剑中》 曾有描写兵败金门的情节 其中演藏一号李云对手戏的 郭文党卓雯、楚沃菲的原形 据说就是胡连 毛泽东曾经特别电告手下 十八军胡连满如虎、九月虎 移趋备之 1977年 胡连病逝台湾 就葬在金门 两年后 袁华东野志军傅思廷索遇 和三野老将士阻谈 提及胡连无不缓释地说 他是真正罕将谋财 古龄头之恨难消 除了胡连 廿二兵团李良榮亦履立其功 在古龄头 一点红沙坛大规模演练反登陆作战 因此 才后来遇到贺军趁夜进攻时的就地反击 有条不韵 开战前 李良榮指插全兵团团以上一干部份说 金门岛在军事上是一死地 如果不死去求生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甚至还命令 将海边紧存的几只轮船全部炸毁 颇有些当年航雨破釜沉舟 致知死地而后生的精神 而共军的主席 是三野十兵团司令员 开过上将叶妃 叶妃本来是菲律宾华橋 在那个内战中善战多谋 他挥下十兵脱平山洞 苏怀海 跨长江 客户奏 攻下门 战目不成 后来曾一度官至福建省长和海军司令 有小叶廷之称 一线指挥官 即是共军王牌28军副军长萧凤 主攻金门岛 是28军一国家强士 助攻29军两个团 共2万多人 这是当年萧凤发布的作战命令 我们现在复盘当年的战役 对于金门登陆作战的失败 解放军亦有种原因和教训 其中最主要一条 就是当时智商热黑的轻敌 那时的共军 从北向南一路吹腹吶扭 至随旁会计后 就再没有遇到慈养的抵抗 所谓金门的主帅唐英伯 又是个有名的常败将军 是共军的手下败将 因此竟不放弃眼内 十二兵庭的胡连 好了 已经退守加强金门的情报 又这户图感被忽略了 因此 金门战役最高指挥官叶菲 在担任夏末军股会主席后 对进攻金门战很有信心 因为冲几梁上的两个营 即可纳粥 他曾自信闷闷地说 看来大陆再也没什么大仗打立 你们二十八军就数过了 叶菲在宴请夏末地方领导舌 用筷子指着菜盘 说 金门就是你的盆中的一块肉 想什么时候夹就什么时候夹 走不掉 言霸大笑 奥气日于言表 一线指挥官少奉 亦完全猜不到 战事会那么惨烈 提前在指挥所拜好庆功酒 对三个主公团的要求 是每天攜带三天的糧食 一日解决战斗 船上装的不是支撞武器 而是装满了几楼框的新版人民币 还有大肥猪和办公桌椅 二 准备胜利后饮庆功酒 两个装满团亦很乐观 说要打入金门饭食 才再日足午饭 二 作战准备不足 传统的渡海作战 有两条原则必须遵循 第一 攻击波要有突破防线 并向中心发展的充裕力量 对渡海工具要求甚高 第二 建立稳固的摊头阵地 但由于掌架石提前将至干风 建沿海的民用船尺炸到星江 三千年上海造船厂也炸了 原定至少五到六个团的渡船 最后只能收集到三个团的 就匆匆开战 提前准备不足 渡海工具和船工都不够 导致没有口援 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人 其三 由于只是木船渡海 没办法携带重武器 共挥的大炮 坦克 装合车有势 当然无存 而李永良湖年的二二部美制M5A坦克 它成了共温登陆作战 难以遇的鬼没关 就连演习写坦头故障抛锚的 一部片后落落的坦克战车 也被共军重大杀伤 火力超过一个步兵列 真是如有神捉 这部大客 就是可得著名的金门之雄 所谓叫兵必败 而国民党守军真是背锤一战 不食官则圣人 爱兵必成 那问题来了 再怎样爱兵必成 没有一个新京八战 有勇有谋的指挥官 亦提往言 而唐银伯是共军手下的常败将军 一路逃到金门 估定投战亦前职 将蔣介石致电 请求放弃金门岛 幸好被蔣介石严令禁止 咦?金门不能再失 必须就地独战 负责进职 不能请辞逆仗 而罕章互联 又是战役打香后的 第二天中午才说到金门岛 那金门之战的背后 到底是谁在指挥呢? 那就要说到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日翁 金门之战背后真正的最大光神 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金门岛 尽管这是由于种种原因 未曾出现在中华文学历史课本里的人物 金门岛 新于1891年 日本福岛远人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三级毕业 最高军校为日本陆军中将 从1927年开始 金门岛先后担任日本主任经领士官武官 证据关德军第24师团师团长 他曾经在日本投降后 为了保护四万日本侨民 同时来接收的苏联红军大战三日 打到优势给的俄国人满地银 1945年日本战敗 10月代表北日军在北京泰国 电签着投降书的就是金本岛 再说18年金本岛 可以说是个地道的中国统 而且正与谋略作战勇猛 日本人叫他做战略将军 但真正让金本岛揚名立案的 是他在战后的台湾之行 1949年4月赴客在家的金本岛 迎立了一位神秘客人 原台湾总统名社员二六的儿子 日本十二家名社员长 这个日在无事不登三宝殿 只称奉蒋介石之名请他出衣 协助干物党军队对抗中共解放军 犹豫再三之后 金本岛军决定临违寿命 重出江湖 为何他要帮助蒋介石呢 因为蒋介石对他有一 首先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 对清华日军忘开一面 华北方面的三万日军 全部得以显宿回国 第二 金本岛本日 没有作为战犯被审判 还将私人财产 亦带回国 据金本岛回忆佬说 回国前 蒋介石曾经在书房里召见了他 当时市卫长双震上进 战区司令官孙联众上进等 其他国军上进都站在里面 蒋介石他拉着手请他坐下 武斯豪战胜国的傲慢 让他深深感激 1949年5月创 金本岛化名林保元 率领根穿越三宗座等 都名当年的得力保下 一行七日从九州的宮崎苑延沿江市 以钓鱼为名搭船出海 奔赴上海 谁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上海已淋陷 再加上路上遭遇台风翻雪 被美军救起 最后搭美国军舰经历曲折 来到台湾 见到七个有军事经验的日本军官士 蒋介石愚获自保 他立即着上国军军服 当军事顾问去协助汤银白防卫金沐一线 汤银白早年本来留一脚 与热交流无一点问题 于是根本博就顺理食章 成了汤银白的首席军事顾问 汤银白对根本博一言听计从 照单传授 根本博来到金沐后 根据自己多年和共军打交道的经验 做了两件事 首先根本博舒服汤银白 将营在大陆的部队 尽快撤到沿海的江山岛 大层岛金沐马祖 增加了金沐首军的实力 其次 汤银白原打算将登陆的共军阻敌于海上 被根本博制止 他主张先放共军登陆 再集中火力包围登陆共军 海空军联合攻旗渡海工具 断旗口路 釜底抽身 来一个口袋阵法 金沐岛形状好似个眼力 自古于力即因形势险耀 有孤若金汤 鸿真海没之势 然得名 在困窄金沐地形后 根本博建议 将原来孙岛人所属的青年军 二百利一师 六零一 六零一 六零二两个团 担任秦林至厚沙 浓厚 浓厚 湖尾 以至古岭头一帝 尤其浓厚至古岭头 东西一点红之间的海岸报防 这里沙滩宽约五公里 中心仍有五百至六百公尺 是国軍抢灯得下最可能的来犯之地 根本博要求 坦克部队在这里加强和青年军 二百利一师步兵之间的协同演练 为了加足防御工事 以力一师师长郑果下令扣足土宝 并发动当地各处物捐书门板 教砖 红土 一夜讲工 竟然在三日内完成了两百多个土宝 原本根本博还建议收足日式地下坑道 但由于工程浩大 无法执行 这到后来的百团 才设计了金门地下坑道防卫计划 10月25日凌晨1点30分 共军约两百多只大部份由渔船改装的木製登陆船 乘驻万间仗潮 派出第一梯队的三国加强团 在金河西北海岸抢灯登陆 巩固灯头阵地后 绕护逐部队登陆 金门战役由此打响 但共军不善海战 不熟悉潮值将队的关系 结果造成了抢灯船隻 刚刚准备返航去接第二梯队 他发现潮水已退到10米开外 全部船隻死死地陷在沙滩上 动都用不到 一切果然好像根本薄的计划发生 国民党海军在第二日清晨 在古令头西北海面 猛烈军击拮展的共军船隻和军队 接着唐任白急电空军总司令周智佑 要求空中支援 凭借空中优势军炸共军登陆船 空军立即出动B24重翼军炸机 PC27战机等响应 对共军登陆蓝艇俯冲头弹 一架狂军揽 几乎所有艦艇都被炸毁 而海峽另一边 几万大军目击战雪大火熊熊燃烧 他无计可视 当兵队最后撤销进攻命令后 共军几万将士冲到海太上 放声大哼 升震海天 陷入包围的共军残暴 占领古灵头的文宅造困兽之斗 时任根本防卫司令官的 第22兵队李雷榮将军 此时担任攻占前锋 搭配22部M5A1坦压车 向古灵头横抗的共军快慢烈冲锋 在一支慢攻打击下 共军1300多日 单位至海岸 被困在古灵头耳笔的 海岸断崖下面的沙滩 国民党全军于在湖北高地 湖南高地及132高地向古灵头耳笔 推进压缩包围圈 准备全签共军 自12月27日 寡不敌重的共军 胆众缓绝 最后约900人 在沙滩集体投降 此时 共军28军第246团登陆总指挥官孙玉秀 已先在古灵头 由不散团离下面举枪至尽 第251团团长刘天祥 以及第244团团长刑毁身 亦相重心望 自此 共军登陆9000多日 有3900多日被赴 其余皆是战死 1949年10月27日 金沫大智的消息传在台北 蒋介石流眼淚 他太虽一次九位的胜利 他亦太知道金沫战役的意义 蒋激动的蓝蓝致雨 你一像我们全盛 台湾安全了 这就是市称古灵头大智的金沫之战 以及七武士布恩蒋介石的故事 到备在台北 到备在台北 一起跳 一会